美國現在高度關注恆大的債務風暴 因為恆大倒了 許家印掛了不重要 但是如果香港股市樓市引發一波全球金融的風暴的話 那確實有可能影響到美國 恆大的一個風暴在二十號的時候 造成全世界歐亞股票都重挫 在這重挫之下 當然CNBC 剛剛克萊默也講了說 對美國影響不大 除了是一些跟中國有關係的 對美國影響不大 連白宮的發言人沙奇都出來表示不足為率 原因是認為說 他說恆大是一個總部位於中國的公司 恆大的事業和業務大多數都在中國 所以美國其實受到了衝擊和影響不足為率 那整個在沙奇喊話之後 二十一號的時候 美國股市真的開始又反彈回來了 那喊話在美國股市有用 但是恆大自己有沒有用呢 所以許家印在二十一號中秋節的時候 特別發表了家書 也來喊話說他一定可以在中秋節裡面面對去承認他現在所設的恆大面對最嚴峻的挑戰 但是他相信恆大鐵軍是無比驕傲的 他們一定有能力克服現在最黑暗的時刻 然後他也跟其他人保證 他們會努力的做到開始復工開始復售開始做到保證交流這件事情 可是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其實在最近的這個股災的時候 光那一天的時候 二十號那個全球那一中錯的時候當天一天恆大出事情全球五百大富豪通通都受到影響 那天的股票全世界的股票一天蒸發了一千三百五十億美元 哇這一千三百五十億美元呢 其中光許家印自己自己恆大跌下來許家印的資產一天之內就縮水了三百零八億的台幣 其實不只許家印全世界在因為恆大受傷最重的就是馬斯克 馬斯克因為那個股災五百大的股災裡面呢 他一個人呢資產的總額就少掉了一千九百八十七億的台幣 第二名的貝佐斯呢是一千五百五十三億 連巴菲特都受到影響少掉了兩百七十八億的台幣 所以其實恆大這個衝擊還是對很多人講很大的影響的 然後呢這個時候恆大道理能不能像許家印這樣講的說 他能夠過關呢香港的鳳凰財經網 特別去說他現在光欠那個供應商的債就打了兩兆兩兆多 這兩兆多已經是中國其他房地廠商的總和 他們特別算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呢因付票據 他從二零一八年的年底是要六零八零一台幣 現在已經暴增到八千九百四十九億 然後第二個狀況是漲船的拖欠 從那個一點零二兆已經到了一點二兆 所以加起來是兩兆多 這兩兆多這樣大的錢你付得下去嗎 那恆大到底為什麼會出這個狀況呢 因為他出了這個狀況之後 他有過去的時候 為了應付他的債務危機 大量的像散戶基金 所以他現在欠了八點四兆 所以中國各地都起來各種的抗爭 各種看甚至有些人 我的資產就全部弄掉了 軟攤在地 那恆大在各地是怎麼做到的 他為了應付他的債務 他曾經打出說保證有百分之十二 收益這樣的東西 像散戶要錢 然後跟散戶要錢的時候 還大量的送你Cookie的手袋 送你Dyson的那個空氣濾清器 錢這樣子不斷去漏 這樣去吸金 可是事實上他過去也做了很多投資 包含二零一三年去投資礦泉水 結果虧省了四十億的人民幣 然後他也去弄了一個恆大要做汽車 到現在為止 從到這麼多年下來了 連車的模型車都沒有被看到 所以其實他最忠實的一個夥伴 中產實業來自印尼的 當時有去跟他投資他的恆大汽車 到現在為止 在利用這段時間裡面 也已經出售了1.336億 這樣的股權通通賣掉了 開始跟你恆大脫鉤 所以整個狀況恆大風暴 看起來還要繼續下去 對 那中南海事實上有可能接管 這一個恆大同時 外界觀察的是在香港媒體報導 林鄭月娥指示地產商要配合政府政策 那習近平的共同富裕真的走到 有錢捐錢 有地捐地 香港四大地主可能被迫要捐地 習近平現在真的是貫徹一國一制 所以在中國的內部裡面 馬化成馬雲 你們就把你們的錢給捐出來 共同富裕 在香港裡面這四大家族 你們很可能手上的農地 通通都要捐出來 也要來共同富裕 打土豪 分田地 那先前的時候 路透社先講說 北京上面已經指示 遊戲規則改變了 林鄭月娥特別出來講說 這個是傳聞 但是她傳聞之後就開始講了 確實整個政策 已經做了一個大幅的調整 要開始公私營 營營的合作 要把很多斜坡地呢 大量的建築各種公屋 然後希望呢 香港這些囤居農地的人呢 我們跟你合作 你一半無償 給政府使用 那其實就叫你們捐 你們手上的農地了 把你給捐出來 其實就開始要逼迫這四大家族 開始要捐地了 然後香港的01報 才特別報導說 其實習近平對這四大家族呢 從2019年反送送的時候 就已經很不爽了 為什麼很不爽了呢 當時反送送起來 各種年輕人都上街頭 尤其是他們又開始 他們生活的困頓 買不起房子 各種問題 所以當時呢 結果這四大家族呢 對於整個情況 完全做必上關 完全沒有出來表態 直到後來官媒點名了 他們才陸續出來表態 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中南海 以暴自亂 可是這個時候 他們還是沒動作 所以當年的時候 2019年的9月 人民日報 就特別用社論 寫了一個專文 叫做解決住房問題 香港不能再等了 特別就點名了 這四大廠商說 你們這些房地廠商 應該要釋放出最大的善意 不應該只有打自己的算盤 賺到最後一個人民幣 你們開始不能再囤地居棋 暗示他們呢 你們都要對香港的未來負責 你們要對年輕人 展示你們的善意 那這個時候一出來之後 大家都知道 人民日報一寫 就是已經發起了戰火 這個戰火之後 大家都看著這四家家族 你會做什麼 結果只有新世界 大概有嗅到味道 所以新世界在2019 9月25號就宣布說 捐出他們所有的農地 裡面的百分之十八 大概是二十七萬平方公尺 捐給政府 希望你去做 人家講說 那你這樣子 其他的三家呢 李嘉誠呢 你們這個情況 你們會怎麼樣呢 那其中裡面的陳啟中 最特殊 因為陳啟中一直被認為是 最親中的紅頂商人 那這個時候就應該跳出來 率先響應嘛 結果他出來講說 我的個性是不喜歡當出頭鳥 所以呢 香港政府這種做法是不明智 他沒有去呼應 然後再過來呢 李兆基呢 李兆基說 這個東西是很好的 但是呢 從農地啊 就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跟政府好好磋商 以拖待變 然後李嘉誠是沒有講話 但是長江10月的發言人說 農地變成建屋啊 需要時間 需要不是能夠當場立刻解決的 大家有跟你打太極拳 所以拖了一年多之後 現在習近平就告訴你 韓正現在正在廣東 正在申請坐鎮 看著你要把他捐出來 如果他們的農地真的全權的捐出來 大謀就去推估 他們農地就要被迫 他們手上的農地通通捐出來的話呢 2020年 整個香港的房屋供給 會從現在的3.5萬單位 到了10萬單位 而房價呢 至少要跌20%以上 所以現在打土豪分別地 當年2019的時候 我寫文章告訴你們了 你們聽不到 現在習近平就跟你們告訴你們 你們怎麼樣做個明白人 好 我們稍後回來